前阵子,一起探恋爱男嘉宾张天宇,偷拍前女友身体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熟是熟非一直未有定论如今随着节目收官,该事件再次出现反转,先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,念宗男嘉宾张天宇人受崩塌来得很突然,一起探恋爱刚刚播出两期节目,温柔深情男秒编猥琐大叔,事情起源于有个自称是张天宇前女友的网友, 在各个媒体上曝光了大量聊天记录及云视频,指责张天宇偷拍她的身体及和她亲密的视频,张天宇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曾用名为李扬,跟下面曝光的这些聊天记录是相符的,聊天记录显示李扬给前女友发了一则视频,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女生的脸,却看不到男生的脸看来是有一屏蔽掉的,前女友很生气,就问她为什么没有通过自己允许,偷拍自己的身体, 并且告诉她这件事情很严重,这样做是违法的,结果张天宇毫不在乎地回应她,这只是情侣间的情趣没必要那么较真,实在不行我删掉就是, 前女友看到张天宇毫无歉意心中怒火男人,跟她大吵一架后选择了报警,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了, 节目播出后张天宇前女友又突然跳出来爆料,直接导致张天宇人设瞬间崩塌,成为一个全网唾弃的渣男, 尽管张天宇跟文做出了回应,同时晒出律师函,指控前女友扭曲事实,故意引导舆论, 诋毁诽谤自己,指责前女友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公开,播放双方的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, 侵犯了她的隐私权,但是从中不难发现张天宇一直在逼重就轻,内容自相矛盾, 根本没有对偷拍前女友身体进行否认,所以她的声明反而引发了更大争议, 网友对她口诛笔伐事件不断升级发酵,节目组逼不得已,只好删减了张天宇的全部镜头, 张天宇本来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剧情,而且和女嘉宾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线, 如此一来导致节目剧情衔接不上,战思琪几乎沦为工具人时有时无,毫无存在感, 日前一起探恋爱终于迎来了收官,告白日这么重要的环节, 女嘉宾战思琪依旧没有镜头,观众瞬间明白,张天宇和战思琪在节目中果然是双向奔赴的, 那么他们到底有没有成为现实情侣呢?就在观众满事疑问之际张天宇终于现身了, 张天宇在个人账号上发布长文,他说节目终于播完了之前一直被压着不让讲, 今天就给大家一个交代,张天宇在文中主要提到四点, 一偷拍和传播亲密视频属于刑事责任,他说如果是真的他就不会在这里了, 有关部门已经调查过没有立案,所以所谓爆料的真伪很好辨别, 而事实是我们分手后对方不甘心,于是在所有人面前抹黑我, 甚至还不停打电话发消息给我,想要跟我继续交往, 然后又看到我上节目了,所以才突然翻脸攻击我, 张天宇同时附上了大量聊天记录截图, 证明是前女友在不停地求复合,弄丢了你我很难受, 我真的很喜欢你,我真的很爱你, 看到一大堆被微求爱的信息,以及大量的电话骚扰记录, 感谢观看